嗨 今天是否有意思 我是金仙 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会讨论说 有人洗车 多久洗一次 也有人说 我都不洗 洗后呢 打个蜡 这个车子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不过闻到的车是过年时候 我觉得很待遇 不过今天现场给大家讨问 他是很专业的 翁俊森 大家叫他森哥 他洗的时候手断了一截 不过他做车的打蜡 他去参加比赛 还得到世界冠军 一个人做起来感觉 真的吗 是这样吗 他做到世界冠军 来 森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先请教你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手指怎么会断掉 我手指头是在 国小二年级暑假的时候 因为就是 我们那时候住山上 那因为山上我们 你看说煮饭 然后洗澡 我们都必须用那种灶炉 去生活 用灶啦 我们当时 都用灶住就对了 那变成就是说 我们可能 早上 中午 中午 暗时 我们都要去山顶 凑茶 採茶 回来有没有 那那个时候就是 国小二年级暑假的时候 刚刚就回去山上帮忙 然后在砍菜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失手 把自己手给砍 你国小二年级暑假 你国小二年级暑假 对啊 我那孩子用都是危险危险的 对 对 三年孩子就是这样 对 所以说那十字 减一十了 因为你也是去设置修科 去车修理 那有影响 影响来说一定有 因为其实这样说 因为我以前做演练班 的时候就是 你的手 你可能需要接触到 比如说像一些插头 拿小的插头 露室露室露室 那相对就是变成说 我们现在在做到一顿 它变它拿不到 减一只 你光一截 或者说你要把这个东西 拿起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一直 扣扣扣扣半天 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起来 那因为早期 其实说真的 我们在做学徒的时候 塞油真的是 较严 而且人们也很弱 他会觉得说 你这些 叫你拿一个东西 叫你塞一个东西 你这样想就好 你才没这么久 圣哥在说 这大家 真的学过工夫都知道 以前 那个塞油都很严 那像现在说一句就 多了 我们以前在修理下的时候 你如果拿大事 做不好 可能塞油东西 骗我说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但现在真的是不工 这不工 这现在也要调试 要有关系 对 所以说 你去 算说也 打气修科 自己也学习就对 对 所以有时为他修理车开始吗 我高一的时候 就办公办读 对 然后修车界 大概做了两年半 就是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 学的那家保養厂 就老板就收了 对 我们就 所以我修车业 我大概接触 大概两年半左右 是这样 两年半 对 对 那以后呢 后来就是因为想说 因为学业还没结束 那学业还没结束 我还必须自己负担 生活费跟学杂费 不过你也是 打三年 系修科 对 这样还能做两年半 会有才 你是产学合作吗 没有 我们是自己去外面找的 对 我们不是建教合作的学生 我们是你要自己去外面找 就是找职务 然后自己去应征这样子 对 那时候其实因为说真的 我们家其实家境也不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办公办读 当然第一个是为了分摊家境 对 所以当我修这业没做的时候 我想说反正你快毕业了 那时候想说应该冰单 可能毕业后没多久也会来 所以我才想说 那如果真的对修车又有兴趣的话 等到今天要退完工了 要让人家继续走 那时候就 剩下最后半年 我就跑去人家那种CD包装片工厂上班 那时候还有CD 那时候CD当轻的 跑去CD包装片上班 那因为CD包装片上班 也是因为这只手的关系 你那个纸拿不起来 你要拿那个胶膜 你要拿那个CD片 你要拿那个纸要包装上班 其实也是很不方便 所以就是那个工厂人觉得说 你的效率可能不及 人家其他人好的时候 也许说可能今天这个人 他一个总装可以包100片 你可能只能包个五六十片 可是我要付一样的薪水 对 然后他就大概让我做两个多月之后 就说那明天心那你就 到这儿 到这儿 谢谢在联络 我们一般 我想听到我很珍惜 说我们有这个石子 其实这个重要性很高 石子的重要性真的是还蛮高的 所以说你这个搭这两个月 你穿高中就拍四了 你后做什么 后手就跑去搞咱们洗车 去洗车 对我会其实会踏入 其实每个月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跑去交战洗车 然后每天就洗 然后那时候交战 其实刚申行的时候 一天大概可以洗到三百多台车 一天洗三百多台车 我就是你要说三十几台 一天你就交到 你看车一天可以洗三百多台车 这个圣哥你说的是不是 一阵子你如果是加油都送洗车 而且那时候又是人洗 你人洗又过多去那种 对 那个时候就是台湾最盛行的时候 刚起步刚最盛行的时候 对 一天三百多台 一天洗三百多台车 所以我就洗过了 洗到真的觉得真的有点累 我们朋友说 看你这样做 没关系 人家都有缺人 做到这边有缺人 没关系你先来做 那时候薪水他们开的价格也高 因为那时候交战一个月薪水 薪水那个时候开到两万二 但是你还扣掉一些 一个大概领到一万多块而已 那但是一万多块已经比我学修车的时候还要高了 我想欧修车一过六千而已 拔学徒的感觉 对 所以说这样也比较好 对 我想说既然薪水比较高 我就是为了要赚钱 那我就去那个地方去学 我才因为这个因素 我在踏进了汽车美容业这样子 不过你朋友说洗车 洗车怎么会学 洗车你说要学 这一定要学 你洗车要怎样洗得清晰 你洗车要怎样洗 它洗车不会洗出灰顺出来 这样喔 对 灰顺其实是最重要 你如果说洗车要洗清晰 我时间给你 我洗一天你已经洗得清晰 但是你车要怎样洗 这么洗不出灰顺 这就是重点的地方 什么叫灰顺啊 就是你从太阳底下看 看到气面很多那种 很多纹路 那个灰顺 我们俗称叫岁月的痕迹 那就像我们那个人的皱纹一样 有没有 对 这就叫灰顺这种东西 那人骨也有刮痕 对 洗的时候你的臉在地部的 比较小火 洗了不对 真的说会生的刮痕 让你洗刮痕出来 原来还有这个 车也会这样喔 对啊 所以洗车其实在我们业界 目前来说啦 就是以前目前当今的 社会风险的时候 其实洗车是我们认为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如果说你成为一家汽车美容业者 你本身洗车的技术洗不好 对 你后面的程序 我讲真的 你做出来的品质跟效果 一定不会好到哪边去 不过说就汽车美容 他已经是说第一 我车会去让人处理就是要去 这一定要去 对 但是跟美容的部分 你们有去统计 说 开车的人 多少 多少 几坡的人 会去车美容 应该是这样说 美容中的东西 他跟我们一般洗车 还是说洗压 他算是没同样的东西 我常跟客人讲就是说 美容中的东西就不是你做品 同样 你去垫坡拉皮 卖冲光去斑 甚至拉体 有皱纹 你紧致 有的 没有的 其实我们汽车美容 做的这个东西 就是像这样子 其他的医学美容 对 车子的医学 他其实做的就是像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 你需要做美容 前提之下 是他需要经过一段的岁月 比如说那一档两档 甚至还是说 过过久的时间 我们累积到一种程度 我们就一直在做整理 甚至于就是说 可能我们今天车子 停在外面 路上开 我们被沾到一些 外来的污染物 可能是一般我们洗车 或者是洗得达到处理 不掉的部分 那当然这部分 也是需要做美容 才能做处理 所以来找你的 人家的大部分 已经有的是 刚才车子 车子车子 已经有压缓 还是说 较难处理 不然有的 很多都在家 自己 适着 都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 如果这样 我要怎么洗 你才说 有那个岁月的痕迹 把洗好 你不去参加过比赛 是当时 丁年的 二月底 到今年二月底 就是连转去两档 对 那是逼什么 逼什么 逼什么逼的 逼的当然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 他看是看我们现在一块护车帮 他一块护车帮 譬如面积看多大 60乘60 或者30乘30 他就拿刷刷 刷刷 整个在抹抹的 你怎么要拿',好 土里面 oysters 因为它都 它是10分清 10分清 你要的处理 全 them 都没有 这样喔 对 所以有现实的 他有现实 对 像这样 你拿到,世界冠军 就是怎么去拿 它有几 prejud 他總共有像今年來說 他總共有四項 第一個部分就是變成說 譬如有兩百的選手 他就是一對一PK 那時候我們就是一塊靠雜斑 就是30乘30公分 然後就是你弄我的我弄你的 說實在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也貼在 我想說 對方是台灣人 我們就正常處理就好 他不是 看你就是 跟你三個歐巴欄母 你刮得很嚴重 這樣你才會比較容易修復 他才贏 因為他時間上 他時間上就有差 反正我就給你刮 刮到你真的 會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死 所以彼此都有一個荷叉香 是同樣正常的 彼此給他軟捕後 對方給他修理好 對 變成這樣死 同樣時間就是10分鐘給你處理 你那麼高興 你有沒有拿去那邊撞 沒有 因為 他是一個所謂遊戲規則 他就是給你一個刷子 你就是只能刷20下 他不是說你要怎麼無論 他就是讓你東西給你去做破壞這樣子 讓你刷20下 對 讓你做破壞這樣子 那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變成說 他的面積變得更小 而且他是有點凹凸不平 那就是一樣去破壞這個漆面 對 然後一樣給你10分鐘去做修繩 那因為你今天漆面凹凸不平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就是就比較考驗是你今天技術者的手 我們剛剛說的有所謂的明確啦 你這個角度你要怎麼做得好 你如果做一個不好 可能插兵就記得了 我們就所謂的燒氣見底之類等等的 對 這是第二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部分我們就是實車操作 就是一台車給你 給你60分鐘 對 我們做1 4分之1台 做25% 你一定說一台車一分做四分嘛 那你就做機動一分 一台車四的人做 對 一台四的人做 那你就做機動一分 車的部分就是 你就用抽頭的 好到肉你就不知道 你如果抽到肉就是你算你水 你如果抽到好就算你運氣好 那下面有做好 下面有做白 就是車空的部分嘛 由他們車是變成路面頂的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我就是 固定整個車子路身在那裡 對 你路的頂的我就跟他說的嘛 今天你如果坐一個車主要有保養 車太好就好了嘛 這叫好的 對 你如果坐一個本售車來 哇這車還不夠一種 哇這就是真的叫肉 對 我就算運氣肉的人 對 我就抽到車控最肉的 對 這樣喔 對 這樣要怎樣 因為大家時間都一樣嘛 大家時間都一樣 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已經算第三槍 我們是從 反正就海選嘛 嗯 取48跟取42 再取前8強 嗯 對 那當然相對於說 我們已經進級到裡面去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做車 我想說 啊反正都怕這種地方沒來 因為這裡說實在 這裡 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來 第一次必殺就去那邊趕上去 啊 我想說今天來到這裡啊 去的那種 有那麼多海選 到這前48強啊 對 我就是把他做好的事情做好就好 嗯嗯 對 所以就是抱持這個心態啦 平常心啦 平常心啦 所以說推到一台 很沒OK的車 對 也是要幫他 做好 做好 對 所謂做好就是說 幫他洗乾淨 幫他整個 香的金 香的漂亮 香的沒有順 他就是 整個香了之後 他會拿電話去洗 他如果看了 在以前幫名店 哪有一條筍 一條筍就是靠你一分 一條筍靠你一分 你如果 譬如說 你現在如果香 你那個香的 整個筍 如果香到整個筍 你就不用比 就這樣叫你回去就對了 哦 他在想說 要這樣 人家不會動手 自己用 對 他的必殺的規定 就是變成的事 啊 再來呢 再來 還有一個關鍵 再來 還有一個關鍵 它就是 有一個 精密儀器 它就是會測量 你的光澤度 去切你的色水 比如說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 這個靠頭筍 你已經處理好 他現在去扭 你現在切的色水 是多少 他還給你 10分鐘 給你去做加工 加工完之後 你會看你的色水 是多少 這個部分 就是給你加分的 這個部分 就是加分體的 對 那當然就是部分 就是變成說 你本身 你的操作者 你要對於 產品的認知 很重要 因為今天你說 你來說 帶一件東西 去過 那走起來 效果 它是下降的話 那你就變成是 扣分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你對於 產品的認知 其實就很重要 這很實在 人家要來 讓我們處理 是要加分的 對 總不能做 只是看起來還好 結果還扣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是最後的選項 所以說你買了 都贏了 對 要讓你 冠軍是 美容 汽車美容 對 汽車美容 會冠軍 世界冠軍 對 要去參加 有幾個人 今年有美國 有東南阿 台灣 香港 對 今年是 韓國 東南阿 然後 香港 然後台灣 我算是 台灣第一個 站上 對岸 國土 參加這種 國際比賽的人 因為他們舉辦了 好幾年 那我算是 去年 我是第一個 站上去 我問你說 我們這樣 拿到這個 不簡單 你這樣 你公認 去過這次了 接著 這次是第一名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 你有 你覺得這樣 對 你自己也有生理 有幫忙嗎 我認為幫忙 沒大 名氣 你有名 沒有不對 但是不論是 人家 人家 不來 交換 其實不好 因為 畢竟我們參加 說真的 技術 外人 沒看得到 就像 剛才說過 我車高 洗我 也是很乾淨 我從來一定要來這裡 世界冠軍 洗車 也不一定 真的 多好 我不會 因為說 車車 你洗過 我 多三 五 五 不可能 因為不用 因為有 安全性 所以 有信任感 一直有什麼人 不過這個美容 因為 可能你洗了 如果沒看過 幾天也會 可能哪三 所以我是跟他說 名氣是有 有提升 但是就是在於 生意上的 整體音樂提升來講 老實說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幫助 但是其實我們 我們是平常心看待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說 我們今天參加任何比賽 做任何事情 其實是對於自己 有一個態度 跟一個交代 因為畢竟你會 你有帶玩工 在的 我們是希望 讓玩工看 就說 你看這個三 真的以前不一樣 因為 我以前帶孩子 都是以前不一樣 不太太 我們店裡的員工 大概 資歷 學歷 都大概 只有國中畢業 一直幾個玩工 我現在沒有精神兩 有三個是來歐的 對 像說這個 我今天訪問是 翁俊森 大家叫他生哥 他是做 美車幫 車體美顏 有一個行業 做到對自己很高大 還可以為國爭光 那最重要 其實我們剛剛 才說聊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接班 還是說 不要說接班 要說傳承 說幾個人來歐 你這找人有困難嗎 找人很困難 非常困難 因為現在的小孩 說實在 對這種東西 沒有影響 他跟人去照顧 他跟人去 7-11 還是說 他去做什麼 但是 對這種東西 其實他沒有影響 因為現在人 沒有跟他拉薯 很難是 沒有跟他拉薯 所以我們在 洗車的過程 不是很多水嗎 這樣也會拉薯 你會拉薯 尤其是暖 你會拉薯 你拉薯 他就是剛才拉薯 我在找人去 一過三萬塊 我不會拉薯 我來洗車 我一過三萬塊 但是我會拉薯 時間等我沒關係 反正找人去 我不會累 但做車不一樣 我當初開始 黑氣車 美容 你有沒有知道 我一天 我一天 好像黑暖 我們洗那車子 的鋼圈有沒有 一天要黑幾顆 你知道嗎 超過100顆 黑暖 要100顆 超過100顆 超過100顆 因為你就是菜 你菜就是 最難做的 最早就一定是 最菜去做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以前 其實我們也是這樣 所以 當然就是說 現在 孩子 他也是 因為說 這種東西他也沒出貨 他也是因為 起車廟沒出貨 我老實說 因為 每個人對於 可能 某一個產業 看的東西不一樣 為什麼水電 土水現在 會嚇到沒有人 他也是因為說 哇 這隻垃圾就 雖然金管 不過 沒差 你學這個 可以做什麼 一樣的意思 所以說 這個行業 當生個家 你是把它 做得很燦爛 不過 也有 價值觀 真的不太像 人的時代來 對啊 以前在學生的時候 財富還可以給我們 賣 還可以拿東西給我們 賣 現在是沒有 現在是 我們拿東西給財富賣 角色負販 不一樣 對啊 所以說面對著說 這也真的有一個 社會改變 關聯改變的重症 這樣 不過真的 你已經得到一個 很大的肯定了 你有什麼價位 我們當然是希望 就是能透過 譬如說政府單位 對這個產業的一個重視 因為其實說真的 就是我們 近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有一直 參加一向一些 汽車論壇的交流會 等等之類的 才發現就是說 其實汽車名 這個行業 我是說單說 汽車名 這個行業 在台灣 平均一年的年產 只有將近 六到八百億 也有這麼大 對 因為你要想 我們現在 汽車要用 台的部分 它牽涉到的範圍 很廣泛 就是台 你今天機器 設備的買賣 店面的出租 對 然後你用藥水 你用的產品 你周邊所有的耗材 比如說我們所謂的海綿 手套 有的沒有的 它的年產值 一年將近六到八百億 而且你要想 台灣目前的 在路上跑的車輛 大概是六百多萬台 所以變成就是說 你今天政府對這個東西 你要是不去正視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真的有點可惜的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透過像一些國際型比賽 或者說像國內的一些 大小交流會之類的話 去提升每個 我們這個行業 每個人的價值觀 跟你的技能 對 你這個技能提升起了之後 這個市場價值才會跟著起來 對 我剛剛說的 有什麼人生五百塊六百塊 你生了三千幾塊 他可能看的是 台面上這個價值 可是他不會去看 台面上的這個價值 這是不一樣的 那什麼樣的車要給你洗 我那裡 七千是國三車 我那裡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我那裡七千是國三車 三千是進口車 你跟我心裡想的比例 剛好對換 對 我那邊就真的剛好相反 我今天開國三車 我就是勤儉持家 我自己認真洗就好 我先給你洗 但是這樣說好了 開國三車的人 其實他比較會秀車 因為我今天買一台車來 我可能 我就是怕算 可能要塞五檔八檔 甚至十檔都有可能 進口車的人 他的心態不一樣 而且現在塞進口車 其實他的租認比例 公司車比較高 做的 對嘛 我公司破壞車也做的 反正我公司破壞車 做的可能三年 我就換掉了 我穿了腳架子 在這裡不一樣 但是國三車來說 他不一樣 對 我跟他講 因為他的時間長 他時間長 所以他剛好說 我多花一些錢 我做得更好 對 我也不要說外面 洗澡什麼 亂做 有的 沒有的 去新路面 這樣是 所以應該是這樣說 我以前去那時候 我也是都做 粗修比較多 我剛開始 打開店的時候 我洗車700塊而已 打了400塊 所以說你是 由價小的基層 開始做的 我也是這樣做過 我也不是說 一開始我開始 創業的時候 兩三千塊 我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一開始前兩年 我也說是100 400 然後600 800 最多都到800 這個Lange 就上回去了 一直到 大概六年前 七年前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 就看到 國外有一個人 要所謂的保羅倒頓 你說 港經理一回車 19萬英鎊等等 多少基層 多少 這哪有可能 那個時候 其實我才開始 是針對國外的 像汽車名的資訊 開始做接觸 看YouTube 然後甚至自己去 購買一些 國外的產品 回來做比較 我大概花了 兩三年時間 去充實自己 對於汽車名 這個產品的認知 你不是自己 跟自己產業提升 對 我就對這個東西 的產業認知 那當然就是 後來 產品了解完之後 才又開始去慢慢 比如說參加 像一些交流會 等等 在提升自己的技術 像我2016年 那時候日本 他們有一個鍍膜協會 叫JCA 他們是 他就有點像 我們台灣這種勞工局一樣 他是針對汽車名 用這個產業 去做一個技術認證 都要有證照 對 那個都要有證照的 那個是日本 他們最高學服的 他2016年的時候 他來台灣 就是有來做這種考試評比 第一次就是 參加那個東西 我發現 原來日本人 做的 看的東西 要求的東西 跟我們自己看的東西 真是完全不一樣 真的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你看看都是洗車 我們也尊重大家 有動家的洗車 其實我剛才也問 生哥說 如果要動家的洗 他說 很好啊 你動家的洗 你就會了解你的車 就是說你用多少時間 把洗乾淨了 你的效果 不過要去給白人洗的時候 去給洗車也很久會蓋沾 對 不過他也已經 由自己提升到國際電池了 只是說 如果有差別 其實這方面的工作 其實我感覺 他也是一直在創造 這個榮譽感和價值感 對 榮譽是自己給的 講真的 榮譽是自己給的 今天感謝 翁俊森 很享受歡迎 謝謝 好我們等一下回來